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的帅哥的时候 旁边的小哥哥目测身高185以上 五官轮廓优越干净 一双凤眼尤尾好看 眼尾微微上挑 十分勾人 可能是气场过于强大 同行的几位小姐姐望而却步 谁都没敢坐在她的旁边 白白地让我捡了个大漏 一路上 我都偷感极重地欣赏着窗边的帅哥 欣赏着窗外如同动漫抽针式的风景 彻底将心里的不愉快 望得一干二净 到了景点 导游先给我们大家发房卡 然后宣布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民宿附近有很多特色的商铺 我随便逛逛 买了几个小玩意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一个叼着牙签 衣衫不整的中年大叔将我拦住 妹妹来这里旅游的 怎么自己一个人啊 你男朋友呢 男人轻挑的语气和蛛丝斑 粘在我大腿的视线 让我极为的不舒服 我没回答她的话 冷着脸打算绕过她离开 谁知牙签男却紧追不舍 走了几十米后 男人意识到我或许根本没有同伴 胆子愈发大起来 竟然伸手摸向我的腰 一瞬间肾上腺素飙升 我抬手就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这一下清脆有力 蒙圈不伤脑 牙签男反应过来后 嘴脸猙獰地对着我破口大骂 动静太大 周围的游客纷纷驻足 但碍于不了解前因后果 谁也没有贸然上前 正在这时 跟我一个旅游团的帅哥出现了 他不动声色地站在我的面前 阻挡了牙签男所有的物理攻击 帅哥叫肖池也 听我说完所有事情经过后 他默默地脱下外套 罩在了我的身上 戴着雨后柑橘和凛冽 造感气味的长款风衣 犹如一个温柔的怀抱 驱散我所有的不安 直接遮住我的小腿 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萧池也说完这句话 就跟牙签男一起去了店铺后面人际稀少的巷子里 大概过了五分钟 萧池也自己一个人走出来 而牙签男不知所终 我眼间地注意到他松散的领口和发红的指关节 猜到他去做了什么 却什么也没有问 只说了声谢谢 然后将衣服送还给他 你先穿着吧 晚上气温低 等会儿还有活动 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萧池也转身便走 我木讷地站在原地 又见那道气长的身影停下 勾着眼梢看过来 还有 今天的事 你一点错也没有 想穿什么衣服 是你的自由 不要因为那种人渣影响自己 三观正 长得又帅 这谁能不迷糊啊 看着薄雾名侠里的男生 我突然觉得 这座浪漫的城市 似乎更美了些 晚上八点 我回到住的地方 中途我差点以为自己的房卡弄丢了 找了一圈才发现 在萧池也的衣服口袋里 应该是我无意中放进去的 我没多想 刷了房卡开门进去 放下东西 我习惯性地把手伸到背后 去解那衣扣子 刚解开一个 我立刻反应过来 不对劲 怎么房间里的灯是开着的 像是印证我的猜测 下一秒 浴室里的人 以一种极具戏剧化的状态 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啊 我捂住眼睛 救命 怎么是萧池也 薄荷味的沐浴乳 和一闪而过男性硬朗的躯体 双重刺激着我的大脑 以至于让我忘记 现在尖叫的应该是他才对 过了一会儿 萧池也告诉我 可以睁眼了 我慢慢地掀起眼皮 发现他已经穿戴妥当后 重重地输口气 能解释一下吗 我 我走错房间了 我以为这是我的房卡 好吧 这个解释既苍白又无力 有谁会相信呢 果不其然 萧池也没有信 他不但没有信 还朝着放在床头柜的手机走过去 不会是要报警吧 我紧张到了极点 汗水顺着病边流下 眼前甚至出现清华长着翅膀飞走的画面 危急关头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 视死如归的吼道 好吧 其实我喜欢你 我来是想跟你表白的 谁知道你没有锁门 我不是流氓 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了 所以才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求你放我一马 我真的知道 错了 萧池也挑下眉骨 并没有被冒犯到的意思 所以 所以 我舌头打结 以为他还是要让叔叔请我喝茶 吓得我浑身抖如筛糠 眼眶泛潮 原本眼底带笑的萧池也 注意到这点 肉眼可见得慌乱起来 不敢再逗我 直白地问 所以 你要我做你男朋友吗 他的语气小心翼翼 仿佛刚才表白的人是他 不是我 这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我傻了 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那 我要 还是不要啊 萧池也被我逗笑 眼尾倾勾着 给人一种撩拨的错觉 我还没从这个笑容里缓过神来 他又给我致命一击 不用担心我会拒绝 因为我也喜欢你 气氛进行到这 再犹豫 多少有点不知好歹 于是我成功告别母胎单身 并跟热乎的男朋友 看了场漂亮的烟火 节目结束后 萧池也帮我联系导游 重新办了张房卡 他那个时候去拿手机 就是这个目的 只不过我误会了 不过 这样也挺好的 我用被子蒙住头 偷偷地笑出声 接下来的行程 我都和萧池也在一起 都说检验一个男人 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他去旅游 而事实证明 萧同学 无论是哪方面 都很抗大 甚至拍照技术 也是一流的 很快 为期半个月的旅行告终 我和萧池也各自回家 因为是异地 他总是很有自觉地 跟我报备 还会给我买各种礼物 这天 我去拿外卖的时候 碰见了庄姐 他见我在签收玫瑰 嘲弄地说 怎么 知道没人会送你花 自己假装送自己呀 学习好又怎么样 还不是没人要 对呀 不像你 廉价又百搭 我慢条思理地 走到庄姐面前 腻着他 上次魔考你考几分来着 五百多不到的单细胞生物 就别出来蹦跋了吧 林思夏 你 庄姐被我踩到痛脚 气急败坏地要来撕我 被我抓住手腕 给甩个猎起 而且 让你失望了 我有男朋友 这车玫瑰 就是他送我的 像是配合我的话 萧池也的电话 适时打过来 下下 礼物收到了吗 我开了免提 庄姐听得清清楚楚 脸直接涨成猪肝色 虽然赢了 庄姐使我身心通畅 但这些礼物 对我来说 实在是困扰 我跟萧池也说明 这件事后 他终于有所收敛 不再效仿 萧叔叔那套 而是学着去 如何正确地 去增进感情 呜呜 世界上 怎么会这么完美的男生啊 我真羡慕自己 即使是因为乌龙恋爱 我也从来没有过分手的念头 直到高考出分的前晚 我和他一起打游戏 对面情侣连书三局后破防 女生先是数落自己的男朋友 后来又来明目张胆地勾引萧池也 见他无动于衷 又恼羞成怒的阴阳 我皮肤都是媚男换来的 萧池也不会永远喜欢我 气得我刚想骂回去 就听见萧池也激情开脉 比起我会不会一直喜欢他 我更担心他会不会喜欢我 几万的皮肤算什么 只要他愿意 我衣食无忧养他一辈子 萧池也这样维护我 我是高兴的 可养我这种渣男语路 却让我想起我难因爱堕落的小姑 商场精英沦为家庭主妇 每年过年回林家 我妈都要提醒我一次 以后不要成为这样的女人 躺在床上 我仿佛又看见毕业证 学位证 以及各种奖项挥着手离我而去 这种担忧 一直持续到高考出成绩的那天 萧池也照常跟我包店 画周 高考成绩出了 他闲聊道 我原本心不在焉 听到这话精神一震 分手的理由终于有了 思索再三后 我艰难地开口 萧池也 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我这成绩考直专费劲 萧池也的语气充满玩味 但我太紧张了 压根没有注意到 慌乱地丢下一句 我妈只让我弹清华的 就把人删除 拉黑一条龙 分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刚开始 我甚至整夜整夜地失眠 我妈见我状态不好 干脆将我塞给她熟识的 几个老教授那里 谈心 我为了不胡思乱想 从早学到晚 比高三还要勤奋 时间一晃而过 转眼到了清华大学开学的日子 我准时到达和发小沈尼好 约定的地方 结果刚把行李放下 就被她拽住手腕 顶着大太阳去找人 不知道走了多久 沈尼好终于在一处绿荫下 发现了目标 一位金发卷毛帅哥 他略带羞涩的过去 将手里的东西递给男人 我不想破坏两人和谐的氛围 自觉地往旁边挪了挪 这才发现杨树林旁的长椅上有人 是个男生 大概是闲阳光刺眼 他的脸上盖着外套 皮肤很白 大长腿很随意地伸出去 看上去很困 像是在补眠 身形莫名有些熟悉 我心里萌生出一个人的名字 想去一探究竟时 被人叫住 下下 走了 不可能是他的 我摇摇头 奋力去散心里的念头 跟着沈你好去拿行李 收拾完宿舍 时间还早 他提议找人当向导 带我们去吃学校食堂 我猜那人一定是小卷毛 哎呀 不谈恋爱往大学吗 沈你好在镜子前 整理新换的裙子 所以 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找到目标的 高铁上认识的呀 等会儿他朋友也去 你正好认识认识 朋友 我末地想到 长椅上的男人 突然变得很紧张 直到在食堂 见到卷毛的朋友 发现并不是消耻野后 才放松下来 随便选了几样菜后 我找了个位置坐下 没几分钟 沈你好和卷毛帅哥回来了 卷毛的朋友还没回来 为了不影响他们 我选择默默吃饭 下一秒 随着清脆的一声响 我惊恐地抬头 发现地上洒着菜汤 而卷毛帅哥的衣服 惨不忍睹 就在这么胶着的时刻 卷毛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催命似地响起来 哎呀 他看了眼屏幕 同学 麻烦你帮忙接一下 卷毛帅哥 被沈你好的殷勤弄得自顾不暇 被拖去卫生间前 将任务下打给我 备注只有一个字母外 我接起 礼貌地开口 你好 我记得沈你好帽四 叫卷毛许什么四 一紧张就说成了 四四去卫生间了 等他回来 我让他给你拨回去 那边沉默好一会儿 然后哑声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临丝下 虽然疑惑他为什么问 但我还是老实回答 光 话音刚落 一声巨响 好像是手机砸在地上的声音 紧接着 屏幕暗了 在食堂吃到一半 卷毛说他还有个朋友要来 我没在意 直到当我看见楼梯口 那道吸睛的身影 那不是被我分手的前男友萧池也 还是谁 苍天啊 谁能告诉我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清华 顾不得想其他的 我只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被他发现 可现在跑肯定来不及了 我急得口干舌燥 就在萧池也即将看过来的前一刻 我扫到包里的防晒面罩 心头一喜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他套在了头上 没一会儿 我的身侧一暗 熟悉的清香随之而来 阿姨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与往日不同 萧池也穿着随意 甚至有些潦草 连胸前的扣子都扣错了一颗 眼瞼红彤彤的 整个人看起来慌张不安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着 除了沈你好 下下 你发什么疯 把你头上那玩意给我摘了 很好 他这一吼 成功地把我变成焦点 萧池也紧皱地眉头舒展 看着我轻笑 同学 精神状态挺好吗 吃饭带这个 脸 过敏了 我含糊道 巧了 我妈是中医 萧池也坐到我旁边 我懂点医理 不如我帮你看看 不用 不用 我心理承受能力 已经到了极限 撒腿想跑 结果被萧池也先一步挡在身前 同学 急什么 我看你跟我失联的女朋友 长得挺像的 加个联系方式怎么样 我当然拒绝 对面的卷毛帅哥 许金四 再也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出来 阿爷 你这搭讪的方式 也太老土了 萧池也没有理会他的调侃 继续看着我 不给联系方式也行 名字总能说吧 就算我不说 他问其他人也会知道的 索性 我眼珠一转 坚定道 我叫林山夏 说完 我给沈你好使了个眼色 她接收到信号 什么破绽也没有露出来 嘖嘖嘖 不愧是发小 有默契 我放下心来 身板都硬气些 本以为可以糊弄过去 可周围忽然变低的气压 却让我浑身紧绷 汗毛直述 萧池也眼里的笑意不达眼底 你是不是还有两个姐姐叫林一下 林二一下 可能我大脑当机 声若文睿 很好 萧池也垂眸一笑 眼去眼中的潮湿和浓烈的喜欢 而后凑近我 名字挺好听的 不过比起这些 我更喜欢林四夏 最后三个字 萧池也并没有说出声 我甚至怀疑 她到底说的是不是我的名字 提心吊胆 过完一周 直到正式开学 我确定和她并不是 一个戏后才如是重负 可紧接着 愧疚又席卷而来 我几乎像生病一样难受 但是没多过多久 这种日子就结束了 因为我被迫加入了 萧教授的实验室 每天除了上课 就是对着一堆器材 做研究 写数据 根本没时间想其他的 我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 惹得沈你好极为不满 她遵守约定 和我考同一所大学 可现在 却连一起吃饭 都成了奢望 实验室里 我握着手机讨好道 妮妮 别生气吗 我这里还有几个数据 需要改 不是故意不陪你的 等我忙完这阵子 一定补偿你 我保证 傻呀你 扬声器里 审你好的声音带着称意 我不是生你的气 我是心疼你这么辛苦 还不好好吃饭 就算没胃口 多少也要吃点啊 我给你买饭送过去 妮妮 你真好 我爱你 我感动得眼泪汪汪 对着手机猛亲几口 沈你好又说了几句什么 恍惚间 我似乎听见 萧池也的声音 心脏一空 但转念一想 食堂里的人那么多 有音色相像的 也不足为奇 便没再多想 挂掉电话 继续做起实验 饭是审你好托别人带给我的 我刚吃了两口 结果隔壁的学姐 又拿给我一份 说是有人送我的 并非是食堂和普通的外卖 这份饭是用保温桶装着的 正疑货着 萧教授突然给我发来信息 吓吓 饭收到了吗 锅包肉有些油腻 记得先喝点粥润润肠胃 小夏 养好身体 才能算出更准确的实验数据 你记得 最后一句 像是没说完就发过来了 可直到我倒完谢 萧教授也没再发任何东西给我 我没在意 激动地打开那只保温桶 一瞬间 甜酸呛入鼻腔 口舌生津 吃到心心念念的正宗老师锅包肉 我差点哭出来 累积几天的疲惫烟消云散 吹着帝都的晚风 我心想 看来学长学姐们说的也不全是真的嘛 萧教授有时候还是很人性化的 而且在厨艺方面甚至也是翘楚呢 但很快 我就被打脸 因为一个不太严谨的实验 被萧教授骂得狗血淋头 小假期也成为泡影 不过比起这个 我更加在意的是实验 萧教授为人严厉古板 对于自己选中的门生 又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虽然能够跟着物理方面的大师学习 我很高兴 可这种方式却不太适用我 我一直在努力适应 除了跟父母诉过苦 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但最近 我发现萧教授似乎变了 他去出差的这段时间 我们一直用手机沟通 实验数据出错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发火 传授的知识也变得通俗易懂 甚至还会鼓励我 我一度怀疑对方到底是不是萧教授 直到当我亲耳听到他的赞美时 终于有种真实感 看来是我的问题呀 不服老不行咯 小夏实验做得不错 继续坚持住 我使劲点点头 内心充满了干净 然实验室里为二的女生情况 却不容乐观 她被查出急性懒尾炎 要住院一周 这意味着我不但要平单她那份的工作 晚上回宿舍还要独自一人 沈你好原本要陪我的 但被我义正词严地给劝住了 放心 我刚做完实验 冤鬼来了都没我的力气重 刚给她发完语音 身后就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响 第六感告诉我 有人在跟着我 谁在那里 我壮着胆子吼了一声 结果一只小菊猫打着哈欠 从不远处的草丛里钻出来 原来是学姐呀 我放松下来 从包里翻出一根火腿肠 喂给她吃 拜拜啦 咪咪 我摸摸小菊的脑袋 起身继续往宿舍走 然而让我惊喜的是 小菊猫并没有离开 它一直跟在我的身后 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似乎是想要陪我一起回宿舍 此后的几天 我每晚都能碰见它 可就在跟我一个实验室的女生 恢复健康后 小菊就再也没出现过 可能是火腿吃腻了吧 我没想那么多 依旧每天埋头苦干 下出雪的那天 肖教授打电话给我 说我上周实验的新思路不错 对他的一篇论文 有很大的帮助 明年有很大可能 让我以第二作者的身份 发表顶刊 不仅如此 跨年那天 肖教授还特地订了家 星级饭店来犒劳大家 饭店是中式的 座位之间用屏风隔断 我们到的时候 预定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人 男人几乎背对着我们 看不清长相 我没戴隐形眼镜 只觉得那人似乎有些像肖教授 只不过身子要更挺拔俊秀一些 他摆弄着茶具 光影打在他的眉骨处 冷白清觉 像一幕色调为美的韩剧镜头 所有人都在猜测着他的身份 七嘴八舌道 会不会是肖教授知道 小夏平时没时间交男朋友 所以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我看八成事 咱们实验室就小夏没有对象 看样子就知道是个帅哥 跟我们小夏还挺般配的 说着 几人挑笑着给肖教授打电话 还煞有其事地跟我讲 对方就是来跟我见面的 我信以为真 急切地喊道 教授 我有个忘不掉的前男友 除了他 我谁也不要 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 自头顶响起 你说的前男友 是我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 包厢里的人 无声无息地来到我的身后 人群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盯着我的后方看 我心里有了猜想 可却依旧不死心 摸出手机 给肖教授发信息 肖教授 您的儿子 不会也行肖吧 肖教授 目前是 我 那他不会也是清华的吧 肖教授 我想让他上北大 他没考上 我 那他不会叫肖池也吧 肖教授 小夏 如果那小子欺负你 我替你收拾他 好好好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我仰天长笑 结果恰好对上肖池也的脸 宝宝 好久不见 男生眼睫似鸭鱼 漆黑的铜人里 映着我的影子 规矩温和的笑意里 隐匿着撕血气 看得我心胡荡漾 该说不说 这张脸是真好看啊 但很快 我就回归现实 意识到肖池也 其实早在食堂那次 就已经认出了我 他知道我是肖教授的学生 所以才一直没有拆穿我 等着我自投罗网 这样一来 肖教授为我做的一切 也都解释得通了 我欲哭无泪 心如死灰 麻木地任由肖池也 当着一众八卦的脸 牵到外边的露台上 还没缓过神来 手里突然多了个东西 这是什么 我疑惑地问 这是我的清华录取通知书 记得给阿姨看 我差点忘了 当初分手的理由 是我妈只让我谈清华的 望着肖池也单纯的眼睛 我觉得我有罪 其实我跟你分手的原因 根本不是因为这个 再三考虑下 我还是艰难地说出实情 谁知道肖池也听后 并没有生我的气 反而觉得是他做得不好 一直在跟我道歉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只能借花献佛 在吃饭的时候 时不时地给他夹菜吃 跨年结束后 一切恢复正轨 寒假在即 为了赶进度 我加强工作量 结果患上重感冒 高烧不退 只能在宿舍躺着休息 我妈知道我食欲不振 特意拖到帝都出差的小舅 给我带来手工红肠 和黄桃罐头 不知道是不是爱的力量 没过两天 我就又生龙活胡起来 下下你和肖神吵架了 实验室里有人凑近我 八卦地问道 吵架 没有啊 我不明所以地摇摇头 最近都没看到他来实验室找你 我还以为你俩吵架了 没吵架就好 我还等着你俩 请我喝喜酒呢 仔细一想 自从我生病后 萧池也就再也没有找过我 上次见面 都已经是一周前的事情了 难道是在忙着期末复习吗 我说不出的滋味 胸口闷闷的 都没发觉他最后一句 有什么不对劲 还硬喝着点头说好 晚上做完实验 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宿舍 刚准备给萧池也发视频的时候 发现高中的班级群里有人我 庄杰 我们的林大学霸 下个月的同学聚会 你会来吧 同学一 要来要来 高考完的聚会 小夏就没来 这次一定要来 同学二 夏夏 你来吧 我都想你了 同学三 来呗来呗 顺便跟我们讲讲 清华好不好 上次聚会我因为分手心情不好 所以并没有去 看到大家都这么热情 我心里一暖 当即在群里回复道 我当然会去了 庄杰 聚会也可以带对象一起 林学霸会把男朋友带着吧 我 我男朋友不喜欢这种场合 庄杰 该不会是分手了吧 还是说 你一直在假装 有男朋友 他到底是什么物种 生出来的呀 怎么这么会恶心人 我一边口吐芬芳 一边狠狠地敲击着屏幕 我当然有男朋友 而且他还是清华的 放心 这次聚会 我会带他一起来的 这次 庄杰没有回复 估计是去修理 被气歪的鼻子了 爽 我对着空气 蒙蒙对了几拳 不过很快 我就冷静下来 马上要放假了 我要到哪里去找一个清华的男友啊 焦灼之鱼 我想到萧池也 原本想在手机上问他的 但我觉得没有诚意 所以打算约他见面谈 第二天 我起早等在男生宿舍楼下 为表诚意 还买了早餐给萧池也 嗨 早上好 看见熟悉的身影 我急忙跟上去 只不过今天的萧池也 似乎心情不太好 眼神冷冰冰的 眼周也泛着乌青 我心里泛着嘀咕 顿了顿 才继续说 萧同学 你有空吗 我有点是想跟你说 呦呦呦 一大早就秀恩爱啊 他旁边的男生打去道 我也好想 有人给我买早餐哦 不过阿姨 等会儿你不是要 有空 萧池也看着我手里的包子 脸色微微缓和 去哪儿说 雪莉细碎 寒风声歌 我走在永路内侧 问身旁的男人 你最近怎么都不来找我了 闻言 萧池也眼神微痛 他似乎不愿意说明 反问我道 你找我什么事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红着脸 紧张地搓着手 能不能请你假扮我的男朋友 你放心 不会太久的 也就一顿饭的时间 我激动地补充 假扮 萧池也皱眉 表情忽然变得很难看 道歉 我不能答应 我的时间 只能用来陪我真正的女朋友 那好吧 我失望地低下头 整个人像 腻在水里一样难受 直到考试结束 我的心情都很低落 仿佛又回到高考后的那个假期 聚会的前几天 很久不理我的萧池也 突然发信息给我 为什么要我假扮你的男朋友 你没有对象 我感到匪夷所思 难道我单身这件事 很不明显吗 没等我回答 他又管我要了聚会的地址 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怕他觉得我自作多情 我没敢多问 聚会的时候 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果不其然 见我独自出现 庄结又阴阳怪气起来 怎么只有你自己 男朋友呢 我云淡风轻地坐下 他临时有事 是有事 还是压根没有这个人啊 庄结语气柔软轻腻 却透着浓郁的茶味 私下 其实你没必要说谎的 我们都能理解的 见庄结又要说什么 有同学看不下去了 提出要玩游戏 等其他人到齐之后开饭 半个小时后 同学们陆陆续续赶到 饭桌上 庄结抢先一步 坐在我的旁边 他故作亲密地给我倒酒 然后顺势调出一份资料给我看 私下 你看这人怎么样 33岁 虽然只有专科学历 但是月入八千 工作很稳定 不如我把他介绍给你怎么样 是谁要给我女朋友介绍对象 一道突兀的男生想起 所有人都动作一致地向门口看过去 宛若偶像剧男主照进现时 萧池也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 外面叠穿着一件质感很好的大衣 冷敷凤幕 见眉挺鼻 漂亮的几乎让人溺斃 李茂打过招呼后 萧池也在我身边坐下 听说你也是清华的 你高考多少分啊 有同学好奇地问 748 748 包厢里瞬间炸开锅 很多同学甚至直接跑到萧池也身边 近距离膜拜大神 不只是他们 就连我也吓了一跳 萧教授说他没考上北大 这哪里是没考上 分明是他不想去 不会是瞎说的吧 他看上去也不像学习那么好的样子 庄杰尖酸地说 萧池也没跟他辩解 直接拿出成绩单给大家看 见他没说谎 庄杰表情扭曲一瞬 随即又壮似闲聊地说 你是哪里的人啊 不会是南方哪个穷山沟里的吧 我们私下娇气得很 可做不了农活 萧池也的衣服都是定制的 庄杰看不出牌子 以为他家庭条件不好 北京本地人 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行政职员 房产和存款足够我挥霍几辈子 关于我和夏夏 是我先追的他 而且我这辈子也只会喜欢他一个人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庄杰被萧池也的话 堵得哑口无言 强忍着没让眼泪落下来 却在听见一旁的同学说 我跟萧池也门当互对时 彻底破防 哭着跑向卫生间 我面无表情地跟过去 庄杰看见是我 以为我是来安慰他的 咆哮着要我滚开 我吃笑一声 凑近他 我为什么要安慰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 极度永远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庄杰的父亲是我父亲的下属 一辈子都活在我父亲的光芒中 为了面子 他强硬地要求自己女儿方方面面都要超过我 庄杰在他的影响下 心里逐渐扭曲 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真是可悲 可没人能救得了他 除了他自己 我深深地看他一眼 然后离开 饭局结束后 大家商量着要去唱歌 我婉拒了 带着萧池也找了一家路边的烧烤摊去喝啤酒 你怎么知道我刚才没吃饱 月光如蟹 男生望着我 温润地笑着 好像从我遇见他开始 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好而幸运的 我想 没人会不感动吧 谢谢你 萧池也 我回望着他 真诚地说 不远处 属于新年的烟火 在争相盛放 新的时光 仿佛会包容一切不美好的事物 雪会化掉 枯树会抽出心芽 落寞的街道会人生顶沸 那么错过的人 或许也能和好如初 萧池也 我想我做错了 上次我应该问你 要不要做我真正的男朋友的 我喜欢你 你还喜欢我吗 时光流淌 萧池也却只是看着我 并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以为他已经不喜欢我了 于是想要摆摆手 示意他不要为难 可萧池也 却向我伸出双臂 下下过来 你是要抱我吗 我忍下哭意 哽咽地说 我又不是你的女朋友 萧池也无声倾笑 温柔地拥我入怀 傻瓜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我的女朋友 萧池也其实在第一次见林四夏的时候 就对他很有好感 当时他放弃保送 毅然决然地选择参加高考 周围多出很多不好听的声音 这才生出想要暂时逃离的想法 随手抱了个旅游团 换成大巴车的时候 林四夏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着急去争抢位置 而是扶着同团的老人找好座位 放置行李后才慢悠悠地上车 有女生问他身边是否有人 他鬼使神差地点头 然后等着他坐到他的旁边 因为林四夏独自一人旅行 萧池也有些担心他的安全 在导游说自由活动后 就一直注意着他的动向 所以才能在林四夏遇到危险时 及时出现 但他走错房间 却在他的意料之外 萧池也知道 他说喜欢他是假话 可依旧没有拆穿他 正如他所说的 因为他喜欢他 在一起后 萧池也用尽全力去对他好 甚至向父亲求精 可最后 他们还是分开了 他问他说学习怎么样 萧池也想逗逗他 于是说 我这成绩考直砖费劲 可是那句考清北 一如反掌还没说出口 他就被删掉了 他说 阿姨只让他谈清华的 这好办 他考清华就是了 可是他被清华录取后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林四夏 他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在清华见到他 萧池也很震惊 可更多的是兴奋 但林四夏却似乎不太想见到他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只觉得浑身像裹着一件潮湿的衣服 后来 他无意中得知 林四夏是他父亲的学生 他知道他因为压力没有胃口 所以特意做了他喜欢的家乡菜给他 因为关注他 萧池也甚至能在偌大的校园偶遇他 还不小心听见他在跟父母诉苦 说学习太难 女生瘦瘦小小的一只 穿着浅色的外套 绵软的像团云 蹲在绿化袋旁边 语气里带着委屈 看起来是脆弱不堪一击的 可萧池也却知道 林四夏是不会轻易服输的 他虽柔软 却也坚韧 那就帮帮他吧 萧池也这样想着 他开始试图改变萧教授的思想 自学物理 用更加简单的方法去 传授知识给林四夏 最后就连牛脾气的萧教授 也不得不承认 他这个儿子确实有过人之处 得知林四夏自己走夜路时 萧池也想到 跟自己混得很熟的小橘猫 他善良体贴 不愿麻烦别人 那让一只小猫陪着 他总该不能拒绝 沉沉夜色里 他望着唇边带着小梨窝的林四夏 竟由衷地羡慕过一只猫 跨年那天 萧池也决定跟他摊牌 他期待不知多少个日夜 可把准备已久的证书 交到他手中时 他却告诉他 分手的理由有其他原因 他的声音很弱 也不敢看他 似乎有点担心他会生气 可林四夏不知道 萧池也只会怪自己 是他太过自我 才会吓跑了他 跨年结束后 萧池也时常会去找林四夏 他不知道 他到底喜欢过他没有 他只知道 自己很喜欢林四夏 而且非他不可 他不怕重新开始 临近期末 原本拥挤的时间 变得更加紧促 知道林四夏生病 萧池也第一时间 去给他买药 因为着急 他骑车的时候 还摔了一脚 膝盖似乎破了皮 但他顾不得那么多 只想赶紧看到林四夏 可当他赶到宿舍楼下时 却看见一个男人 轻易地摸着他的头 而他的怀里抱着一堆零食 在冬日的暖阳里 笑得甜蜜幸福 他觉得他似乎摔得不轻 否则 胸口怎么会疼得那么厉害 他不敢再去找林四夏 害怕知道 他有男朋友的消息 只好托人将东西给他 可他不找他 他却主动找上门来 他要让他假扮自己的男朋友 萧池也不得不承认 即使是假的 他有一瞬间心动 但他还是没有答应他 那个男人 使他方寸大乱 萧池也甚至没有注意到 女生眼中萌生的情感 像是小小的火苗 不够盛大 但足够滚烫 他是在某个夜晚 突然发现盲点的 冷风混着霜雪 吹散心间的迷雾 他幡然醒悟 如果林四夏有喜欢的人 那为什么又要来找他 萧池也没有一丝犹豫 问了林四夏聚会地址 然后火速订了机票 人有时候很奇怪 很多迷茫的适合物 都是在一瞬间 拨开云雾 理解透彻的 林四夏的表白 让他措手不及 萧池也觉得 身体的血液几乎要沸腾 他压下喉间所有的兴奋 向他伸出双手 他觉得 现在没有任何言语 能比上一个拥抱 况且 他早就想这么做了 萧池也和林四夏在一起后 两人互相砥砺 共同进步 萧教授很宝贝 他这个在物理方面 极为有天赋的学生 将毕生的所学 倾囊相授 眼看林四夏 一步一步攀至顶峰 萧池也三十岁的时候 他跟林四夏求婚了 浪漫的云海中 他们依偎拥吻 林四夏突然想起 他第一次见到 萧池也的场景 他坐在老旧的大巴车上 身旁是明媚的春 而他的凤眼浪漫 如同无数桃花盛放 他望过去 这辈子就再也望不掉了 我请不吝点赞得真是